加息為樓市添陰霾,二手屋苑造價持續下跌 荃灣上車屋苑之一的荃灣中心,有三房單位造價跌穿四球 一個低層二房改三房單位,一個月類減近一成後 以396萬元逆手,尺價近9318元 美聯物業營業經理李廣信表示,荃灣中心十座北京樓低層日室 實用面積425方尺,原則為二房 原業主將單位改為三房間隔 今年6月起放盤,開價為438萬元 近期把叫價調低至410萬元,最後以396萬元成交 一個月內累積降價42萬元或9.6% 尺價約9318元 原業主於2017年6月以433萬元購入 持貨預六年,帳面仍虧37萬元,單位貶值8.5% 據了解,荃灣中心本月暫時止錄得三宗買賣 當中兩宗成交尺價低於1萬元 市場形錄大幅低過銀行股價的成交 世紀二十一竅動力執行董事招結冰青 小西灣南灣半島八座極高層其室 三房間隔,實用面積595方尺,原業主 早於去年九月放盤,最終四度減價 二百百五十萬元售出,尺價約一萬四千二百八十六元 根據主要銀行網上估值,該單位估值一千零一十五萬 及一千零四十九萬元,即成交價低於銀行估值一百六十五萬 及一百九十九萬元,或百分之十六點三及百分之十九 據了解,原業主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七之六百六十八萬元購入 持貨於九年賬面獲利一百八十二萬元,升值百分之二十七點二 另外,香港置業高級首席聯席董事吳智輝透露 例知各美夫新村四期百老匯街八十五號中層市室 實用面積七百四十三方尺三房戶,單位原業主近年已移居美國 近日見有買家有興趣,即反港買樓,叫價由八百五十萬元 連累積減八十二萬元或百分之九點六,售七百六十八萬元,尺價約一萬零三百三十六元 原業主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以五百八十萬元購入,將年獲利一百八十八萬元或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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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